造成了很多現任的老將落馬 不少立委也傳出將退出初選 但是被點名到的立委李鴻鈞 今天出面澄清說 他是為了顧全大局 所以退出初選民調 而不是退出初選 至於另外一位吳青池 則抱怨說民調機制有明顯的瑕疵 他當然要退出 黨中央今天表示將會介入協調 國民黨立委初選民調 許多資深老將落馬 黨內立委也有不少人 抱怨民調機制不公平 甚至傳出立委李鴻鈞和吳青池 都有意退出初選 李鴻鈞參選的是新北市新莊選區 他的黨內初選對手 是新莊區長徐秉坤 李鴻鈞表示 徐秉坤和他們家族有很深淵源 而新莊區是藍營監困選區 過去也是因為兩人合作才能勝出 現在兩人要用民調拼勝負 恐怕會造成分裂 不過李鴻鈞澄清 他是為了顧全大局退出初選民調 並不是要退出立委初選 不過還是希望黨中央 介入協調人選 至於吳青池的選區 新北市板橋區也出現和區長江慧珍 和前縣議員曾文正三人競爭局面 吳青池抱怨民調機制由市黨部主導 容易被操作有瑕疵 早就向市黨部表達 退出初選民調 是否轉戰不分區 就看黨的安排 一旦部分區未獲提名是否脫黨參選 吳青池沒有表態 至於初選民調爭議 黨中央也表示將介入協調 像是桃園中立選區 鄭金林民調落敗陳學勝 這表明參選到底埋下分裂隱憂 國民黨的欄尾提名風波未停 也變成黨中央的棘手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